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念头是最重要的 佛经上经常讲一念善是佛 一念恶是魔 所以我们念头要尝思善 经常要想一想 同样我们的念头也要经常要懂得 在红尘当中退一步 那就是智慧 什么事情都要逼着人家去做 或者能够不理解别人 去推进的去做 有的时候你会断缘 缘分会没有 所以学佛人应该转身离去 静静地来想一想 我们做什么事情 有缘分就好好地去随缘 没缘分 那么我们就不必强人所难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一个缘分 这个缘呢 也有善缘 也有恶缘 有时候呢 一念正 一念邪 它都有分的 你今天一个念头是正的 你可能呢 这件事情就做对了 如果你这个念头是邪的呢 你可能这件事情呢 就做错了 所以正和邪之间就是佛和魔之间 我们就做错了 我们就做错了 我们就做错了